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 今天我们要选读的圣言 是常年期第28周的星期五 今天我们开始 新的一章是路加福音的12章1到7节 这次耶稣讲的对象 是他的门徒们 不过他还是提到了这些法利塞人 为什么呢 因为上两集我们讲过了 耶稣责难了法利塞人跟法学士 指责出他们不该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的圣言当中就提醒门徒 不要像法利塞人一样 最重要的是要提防他们的校母 那是什么呢 就是虚伪 常常人前一套人后一套 我们可以看前两天的这个福音就能够明白 耶稣的意义是什么了 耶稣希望我们是表里如一的 而且耶稣也提醒我们 没有什么隐藏的事情将来不被揭露的 所以耶稣在圣言当中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 没有什么遮掩的事不被揭露的 也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公开的 所以你在暗处所说的 必将在明处被人听见 内室的耳语也会在屋顶上被人张扬出来 所以这个提醒我们 我们做人也要踏实 我们也不能人前一样人后一样 你背后说的所有的别人的坏话 或者是污蔑了别人 或者是栽赃了别人 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那第二件事情 耶稣提醒他的门徒什么呢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害怕那些杀害肉身 以后不能够再做什么的 而要怕什么呢 我指示你们应该要怕的是 那位杀了肉身以后 还有权把人投入地狱的 我告诉你们 应当怕的就是他 好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当人只能杀你的肉身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只给你一些外在的一些迫害 但他对你的永生是毫无办法的 因为他没有这个权柄 而真正能够杀了你 还把你丢到地狱去的 那个人是可以操纵我们的永生 他可以掌握我们的永生的 这个是全知全能的天主 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敬畏的 不只害怕更是要敬畏的 我们要福音他的道理 我们要按照他的指示 来生活来行走 所以最后的时候 又来提醒了 他说 五只麻雀不是卖两文铜钱吗 但是呢 天主连一只也不会忘记 甚至你们的头发都一一数过了 不要害怕 你们比这些麻雀贵重的多了 在这边也告诉我们 前面是说我们要去害怕 或者说我们要敬畏这些能够 除了肉身之外 还可以掌握我们的未来的这个对象 当然指的就是神 万能的神 全知的神 那现在呢告诉我们 即使麻雀那么样的轻微 所以上主都这么样的照顾他 好 那还有呢 我们的头发 上主都一一数过 表示他对我们也是了弱直掌的 如果说上主连麻雀都不轻忽 当然会更看重 比麻雀更贵重的我们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不要害怕 我们只要信靠上主 那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所以我们真的要放下时间的一切 我们不要虚位 我们要真诚做事 我们不要害怕 当事的 此事的一些磨难 迫害 我们要看的 要瞻望的是永恒 因为永恒是上主掌握的 而他完全了解我们 他完全照顾我们 所以让我们放心的 把自己交给上主吧